大家好,我是劉仁哥 今天是2024年10月26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遞的时间 各位观众,楼市会暖 咦,周星驰不是这么说的 周星驰是说什么? 各位观众,四条烟 天晒,天晒也差不多 四条烟 很多这些代理和业主 在讨论区或Facebook上 就这么写 楼市会暖,楼市会暖 但老人哥是很坏的 永远都是想找个真相出来 他们这么宽颠 在第一个盘子买到四次清晰之后 就叫楼市会了 我们稍后看看其他盘子 如何卖成了 究竟新比今次卖得完 我们来看看 现在的一手货味 全量都是高期 大家看到现在的新盘 都不敢开高 年代,就算是一手货味 都是要减价才能得到货 究竟是不是楼市会暖 大家心中有数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订阅 请帮手订阅 请赞到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手看所有广告去 多谢大家支持 先来谈谈BullCode的消息 今天BullCode的第二期 展开第二轮的销售 以价单形式发售88伙 看完全媒的消息 香港01就说卖出27伙 东方日报卖出28伙 究竟卖得多少伙 我相信都是要发展商 最后一个公布 无论是卖出27伙或28伙 其实我觉得 这次一定是卖不完 如果以新盘的指标 只要1,000就代表回暖 那长实这个盘是否未回暖 还是只有启德回暖 我们现在回到启德 看看天晒天今天卖成如何 新地启德区的天晒天 今天是第四次以价单形式推售 今次推售是121伙 市场消息指 到下午1点半 三个半钟之内 121伙已经是沽清 正是唯独启德天晒天 今天这个盘能够在四次之下 卖到900多伙 市场代理也好 或者现在的业主 就说现在香港的楼市 终于回暖了 是不是回暖 我们看一个盘 就可以告诉你 香港的楼市终于回暖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 Blue Coast卖不完 那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又变回恒冬呢 今次计划内 就不是只有天晒天卖 其实 泡胃心也是在买 不过它就没有高调买 其实你找代理上去买 这个泡胃心 一样可以卖到的 下星期也有个契德本 叫做Double Coast 暂时好像未有中文名 这个Double Coast 由几家发展商 包括这个 匯德峰 和这个 中国海外 还有其他发展商 一起合作起 这个Double Coast 开价是17000多 差不多10000尺 就开出来的 究竟这个Double Coast 也会不会像天晒天 那样买得到的呢 如果真的好像 这么好买的 可以清晰 可能在这个 啟德区 就是首先 回暖 好了 大家要知道 这个天死天 它是四期的公开发售 都是卖完 大家有没有留意 它是拿出来招标的 那些卖完 它有 它的招标的单位 总共有133个 现在呢 只卖得出 53个 那 占这个全部招标的单位 就只是 39% 那如果一个新盘 卖得39% 其实我们可以说 是差 那为什么新鸣机 会那么有趣呢 就是公开发售的 那些卖完 招标又卖不完呢 那我觉得招标的 就是这些猪头骨 或者叫特色单位 可能我们叫什么 董事屋 那些猪头骨 基本上 就是 越贵就越没有人买 那么 新鸣机 为了想营造的好气氛 就把那些 便宜的那些 就放在这个 公开发售 贵的那些 就放在这个招标单位 那些 所以招标 是卖不去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简单来说 其实呢 这个盘 还有很多货味 是卖不去的 但是大家不要记得 它还有第二期的 这个天晒天 那大家 不要忘记得 那新鸣机 就看到 这么好卖 你第一期 那些公开发售 全部卖完 所以这个 第二期的公开发售 我相信 它就会加价 那加价 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卖得到呢 那我们要等它 日后推出来 我们才知道 好了 而这个天晒天 这样的招搜策略 即是这个面包 买面粉价 那我们证明了一件事 原来 那些发展商要 卖面粉价 才可以买得到的 但是 不是每个人 卖面粉价都买得到的 那招标那些 你卖面粉价 也是卖不到的 好了 我们看第二个盘 这个Blue Coast 这个Blue Coast 其实 由今年三月 在月尾推400多个 已经清晰了 上星期的推售 卖得73% 今天星期更惨 卖得大约28-30个 大约30个 其实 那百分比较非常之低 那就是 我告诉大家 现在的楼市 仍在下跌 尤其是 黄竹坑上过的价钱 现在黄竹坑上过的价钱 如果详实买到 2万1 如果是 苹果的均价 也只剩下这么多 下一期 其他发展商 应该怎么开价 那一定要比较 2万1 一定要看到 2万元 或者以下 2万元 楼下 现在详实最便宜 是1,800到2万6 如果你的均价 是2万 或者1,900 那最便宜的均价 是否由 1,700 或者1,600 所以 这个 楼市重灾区 就未必能去到 反而是去到 黄竹坑上过 几大 甚至买到 这么便宜 都卖不到 好像还有四期 这些发展商 怎么买 大家可以 哭得一句句 这些发展商 情绪没有投过地 到我投降一半 我退回政府 算了 哈哈哈哈 和契德区 下星期 就会买 Double Coast Double Coast 由几个发展商 一起建计 包括 区德峰 和中国海岸 它已经开了一个价格 它的均价 大约是1,800 17,900 即是1,800 其实1,800 8位心 已经说给大家 是卖不到的 那么 看看它这个跑道区 是否真的可以 卖得到 是1,800 我想它们的心态 就是 天晒天 你卖到2,200 都卖到 为什么它是1,800 卖不到呢 我告诉你 卖不到 就真的卖不到 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下星期它买得如何 好了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是星期五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是一个发展商 有一个楼盘 那楼盘呢 就是 蔡志明的屯门 二南 即是在黄金海岸那边 那这个二南 又卖得如何 昨天呢 公开发售152伙 大家猜猜 买得多少 哈哈哈 大家见过 真是很可笑 17伙 哈哈哈 刚刚好超过10伙 真的好险啊 二南 现在的赤架 去到不贵 只有9,000多元 9,000多元 都卖不到 所以今天那班经纪 一看到这个 就是 三个半钟头 天晒天晒 每个都说 这个 楼市胡暖 你叫蔡志明 你不是问蔡志明 楼市胡暖 没有 他总得打个冷震 哈哈哈 明天8点 我会出一段影片 来讲一讲 最近这个 一手的市房 那个情况 大家就会更加认识到 是不是一个盘 卖得到 是不是等于全部都卖得到呢 那大家呢 明天就会看看 那个数据 大家就知道 香港的楼市后市 应该怎么走 好了 当大家一个注意力 集中一下这个新盘 能不能够首日 一千的时候 其实呢 很多新盘的货味 那些发展商都要处理的 那现在的 新盘的货味量 就高企呢 发展商就很难高开 你看看这个新低就知道了 那么 年代货味呢 其实都是要减价 来促销的 那近日 某一个新盘的销情向好 但仍然呢 面对着一手库存的高企问题 那房屋局的数据显示 去到今年的九月底呢 现在的货味呢 就回升了两千货了 就去到两万一千货 大家知不知你为什么回升呢 卖不去便回升了 卖正借便回升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 而市房向的同时呢 全年的一手交投呢 亦都是只有两万宗而已 那意味着呢 现在的货味的存货 已经足够全年的供应了 那现在面对这个情况呢 发展商力亦都开架 自然保守了 例如早前公布 这个启德的天晒天项目 那以这个低价开出来 就贴近这个面粉价 那当然了 亦都可以买得到下 那连带这些新盘 都要低价推出来的时候 连带东九龙一带的货味盘 都是受到冲击的 那由于这个客源相近 那维处鄰近区域的 risks 冠塘的单洞标 都是被迫降价 的5% Logic 也 Missouri の方向 也在评论 新音乐的歌连藏 那有些单位 更加要累积 是超过两成到enty mm 那才能可以买到的 而在这些全新盘 的带头减价 之后呢 预计现在的货味 减价情况呢 亦都会相当一个长時間 为止 fenomen 我们需要番上的 让应用一些 或者一些豪宅 那我们现在又看看 看看我们有些 这些超级豪宅 就是许家印的山顶豪宅 现在银主要打六折 求售 我觉得六折都难买 因为现在六折之外 都要四亿多 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认为 打六折不太便宜 是啊,四亿多 在现在这一刻 四亿多可以拿出来的人 不是说没有 但这些人主要都已经有楼 或者都是住在这些 几亿多的豪宅 那他们买了一家几亿的豪宅 回来做什么呢? 就唯有是收租 那四亿多的豪宅 大家认为 可以收多少的租 零点几厘 一厘都收不到 好了 那买回来 我有一点说 收租也是本费来的 就应该如何 应该看它的楼价升 但大家想想 它的楼价是否真的会升 尤其是这些超级豪宅 喂 不是只有许家印打把 接下来还有很多铺王 蜜王 尤其是大陆那些 曾经上过 胡润富豪榜 那些 排阶队打把 那些一样 是几亿几亿的 去香港买的豪宅 超级豪宅 又是会等出来的 是否大把减呢? 到时是吧 是否真的要买去吉印这些豪宅 呢? 大家要记住 那些富豪都是比较迷信的 喂 去吉印住到破产 还要坐牢 那会不会不吉利呢? 那会否吉利呢? 就是这些富豪 买这些豪宅 是一个考虑的重点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这些中小型住宅 跌三成就很重要 但那些豪宅跌一半 那些豪宅跌了六七成 是吧? 现在这样打六折都没人买 他今天这个呢 他叫价格出来 已经是比上次叫价格 又减了 就是不知几多成的 那现在再要减到六折呢? 那其实呢 我觉得呢 都是没人买的 我想成交呢 就未必有这个 银主上所想的 有四亿计 可能三亿计 就是要减到一两亿 才成交到 所以香港的地产市场 大有大发 就有小的 就是细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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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昨天在留言区呢 就有两组意见 有一组意见呢 就是明天的鱼鱼 一定是卖光的 因为很近地的站 以及 看上个月购买的旁边的盘子,都是全清卖的 所以鱼鱼应该恍高一线 但也有第二组声音说,这些单栋楼没有人买 一定是卖不完的 我们就不用争吵了 到明天,大家看看鱼鱼是否可以借购 它其实也很够胆 第一次推出来,就全都拿出来买 其实贵的价格也有两万多元尺 大家不要以为贵的价格是便宜 所以是否太有信心呢? 是否贵的价格未必全都买呢? 我们不用猜,明天就会见到 明天8点,我也会做一条更详细的视频 给大家看看,究竟一手和二手的后市应该如何走 大家不要错过明天8点的视频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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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